全部投入選戰的前駐美代表蕭美琴 這幾天則是回到美國 他辦理交接工作 預計明天凌晨就會返回臺灣 也立刻會啟動服務選行程 第一站將會在臺北 為立委選將們站臺 而蕭美琴待在駐美代表處辦公室的 最後一天 在離別至此的時候 一度長到哽咽 離別的時刻特別感傷 蕭美琴一度講到哽咽 卸下駐美代表職務 在華府駐美代表處辦公室的最後巡禮 美國一起打拚的戰友都依依不捨 這個加倍的疼惜臺灣也支持臺灣 當然我們同仁的付出跟努力 也是非常的重要 蕭美琴已經請辭獲准 快甩美國三天交接完畢後 帶著四隻貓咪 30後凌晨就會回到臺灣 啟動全臺服選 所有的民眾給他說 他給你正面加分的 大概佔百分之五十六% 才五十六而已 五十六很高耶 別人大概都是很低的 我想他至少九十分 藍綠白副手中 蕭美琴最被看好 近期民調支持度 甚至突破五成 小金們都強著找他助陣 小美琴正回反臺第一站 先挺台北戰將 中山北松山立委候選人謝佩芬 小美琴新頻道也上線 空戰陸戰齊發 九十分以上的副手 加分效果開到最大 與賴清德分進合集 拉抬民進黨選情 建立宣裡面黃台報導